婷婷 你说这个撒娇是不是现在已经是你们女生的一个必修课吧 那必须的 那你平时跟你这男朋友都是怎么撒娇的 比如说这包你想买怎么跟男朋友说 这个包 我看到你喜欢的包 老公 你看这个包是不是我用会特别的好看 我看它挂那儿也挺好看 完了 撒娇失败 你这是为什么你撒娇失败 我觉得你这撒娇程度不够 我不是跟你吹 今天我们来的这位嘉宾还是个男嘉宾 撒娇比你撒得好 真的假的 接下来咱们就请上青年的相声演员 陈彦泉 侯振鹏 你斗梗 对呀 今排位赛 本来四个人 是 你斗完梗第67 你说你图什么 龙共四组能排到67位吗 那怎么着 怎么着 四组人 第几 我第四 第四是最后一名 第四也不行 咱我斗完个第一名 倒数第一名 你知道有时候凑够一拨就走 不看红绿带人的行为 对 这一拨人怎么算吗 这还怎么界定啊 只要一个车开过来 一下撞不完 哎你呢 哎呦 谁呀 怎么了 不是就是怎么了 怎么了 你碰着我了 怎么了 你有理的是吗 哎呦 我碰你哪儿了 那么大伙 你再说一遍 我碰你哪儿了 你还想碰我哪儿呢 哎呦 您老太您还创业 大屏幕这张照片呢 是我们两个大概在五六年以前 表演的一段相声 名字呢叫做学跳广场舞 这么多年以来啊 我们两个大大小小的舞台呢 上过很多 各种各样状况的演出呢 也经历了无数 但是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 留下的都是非常美好的回忆 这个转眼间呢 一起走过十二年 十二年呢也是一个轮回 这个舞台呢 就是演员的家 两个人在一起 搭档之间也是一个家 大家好 我是相声演员侯振鹏 我是相声演员陈英全 欢迎陈英全 侯振鹏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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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见面了 你好 英全 刚才你看我们这个 婷婷撒娇了吗 哎呦 我看了这个婷婷的撒娇啊 应该说可以用拙劣来形容 我刚可给你吹出去了 我说你那撒娇比女孩还好了 比如这包你怎么找老公要啊 哎呀 情趣 你说你在天津呢 大大小小有十个腕 你说这商场上上下下 刚才这么多人跟你打招呼 都挺喜欢你的 你说你要不给我买这包 哎 你连往哪搁呀 对啊 不是 天津以后 你还想让这些书相呢 说你好吗 还真是的 是不是啊 我买一包 他们更不说我好了这个 不 英俊是这样 我觉得这包你必须得送我 为什么呀 因为你要是不送我 我就把你的秘密 告诉天津所有说相 哎呦呦呦 这样 走啦 行了 我服 我心服口服 但是 我要给你增加难度 咱升级难度 行吗 咱现场来一个 这小媳妇受了婆婆的委屈 跟自己老公沙沙娇呀 溯溯委屈呀 这个怎么办 说来就来 大街上一言 这就来了 这受委屈了 一把一把胃呀 你往哪去呢 怎么办呢 怎么了这就是 就是说 这个邱大哥 我这婆婆呀 我跟你说就是你妈呀 怎么了 真的就是你妈呀 你别指着说话 有什么你就说 我们家住的那小区 还挺高级的 你知道我 天天就捡那个纸被 就那纸被 谁扔这儿 她扔了 这纸被 我捡着到一天 你说 这么说 我老公也说相声 一个月咱们这么说 也两三千分钱挣着 咱们就说质地有生 对不对 我外边我这儿 织一套圈的摊 一个月七八千块钱 你说我婆婆就捡这 我这脸往哪儿 我妈要不捡的 玩你的包谁给你买呀 什么 你光找她要是吗 对呀 全镜给我买 用得着你吗 印泉啊 确实她这个模仿能力 特别强啊 你看她这个模仿女孩 就微妙微笑 那这儿 我再点一位 这位这个 我们中老年朋友都熟悉啊 谁呀 著名主持人 倪萍老师 倪萍老师 那得 她得有点那个 春节序曲的伴奏 是吧 哒哒哒哒 她就哒哒了 是吧 你比如说 咱们就这个 倪萍老师夸夸 这个 刘英俊 是吧 或我还没让 倪萍老师夸夸呢 开始 观众朋友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 就是天津电视台的主持人 叫刘英俊 观众朋友 小琴精神不精神 是不是特精神 但干我们这行 就是表面上光鲜 生活当中还挺苦的 小琴那时候 就跟我说 说倪萍老师 干主持人怎么这么累 我说你想过吗 只要能为天津的观众朋友 送去欢乐 咱们累点又算什么 再说 咱不还比别人挣钱呢吗 小琴听完这话 他拉着我的手 说 倪老师 我谢谢您 您以后多给我找点活吧 是吧 这个 李老师那山情那事 他这个山 我告诉你 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 谢谢大家 好